学占星蓝吗? 学丁长青占星 真的很简单 人参论吉凶蓝吗? 用丁长青占星 知相位论吉凶 真的很简单 只要看星盘中 的红蓝 蓝红相位 蓝线为吉 红线为凶的分别 别人知 一个人或一件事 正确趋吉避凶的 选择了 如清太祖 努尔哈赤 如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心盘 便有太阳为政府 水星是邻国附庸国 天王星为 非常态之心 既是不以自己 而以他人来管理之心 造成了太阳明朝 于水星之附庸国 有了天王星 以夷自夷的政策 这便是占星学 可用于正商占星之一力 大家可看到 这样的 以夷自夷的政策 呈现了蓝色的吉相位 而对命主努尔哈赤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努尔哈赤可以统一满足 建立金国 而有后来入主中原的清朝 同样我们也来看 同样我们也来看 而呈现的却是 红色的凶相位结果 所以网路上 可见 李良成为千古罪人之论述 便因为他 错误的政策 养大了 卢尔哈赤 所以使得满清得以入主中原之故 不论千古英雄之是非 大家是不是也看到了 占星学在相同事件 之相关人 皆有相同成像的 不同吉凶影响呢 这便又是占星学具有 科学普遍性的一力 所以在卢尔哈赤 李良成的心盘中 可见 正商占星学的密码 在你我的心盘中 一样也可以看到 想了解更多 正商占星密码成像 对你我的影响吗 欢迎上网搜寻 丁长青占星 并参与我们 视讯立即互动的 网路占星课程 你的人生将随你对 丁长青占星的了解 而变得更加美好 支持我们继续制作这样 好玩简单有意义的短片 请多多分享并转发本影片 谢谢各位